最近仙侠剧《星落宁成堂》 正在热播中 不管是剧情 特效还是演员的演技都得到了广大网友的认可 陈兴旭此次更是一人分14个角色 算是一次高难度挑战了 而李兰迪在剧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仙侠剧里的女主人设其实很难把握 李兰迪饰演的夜谭是顽劣中带点 俏皮可爱 虽然前妻一直惹惑 却又让人讨厌不起来 这部剧中还有一位女配角色让我印象深刻 那就是戴雅琪饰演的天界小公主紫巫 紫巫的官配是受戒的少主蒂兰迪 两人之间的互动特别搞笑 蒂兰迪在紫巫的公式下变成了一只懂事听话的小奶狗 第一次听到戴雅琪这个名字应该会觉得挺陌生的 但是如果看过这部剧 会觉得她的长相有点像清清日常 李李威的扮演者田锡威 都有同款空气刘海 长相也是田美那一挂的 但是在剧中扮演活泼可爱的天界小公主紫巫 现实生活中却是郁姐 戴雅琪的日常生活 在戴雅琪最近晒出的日常生活图片中可以看出 她本人不是很喜欢田美风这一挂 虽然脸还是可爱的 但是不管是穿着打扮 还是给人的气质都偏向成熟 夸张的耳环搭配上深色的眼影 给人一种郁姐的感觉 这和剧中的紫巫出现了反差感 剧中的紫巫是天真活泼 善良可爱的 笑起来甜美可人 这也侧面说明了戴雅琪的演技是值得认可的 虽然有浮化道的支持 但是她把紫巫这个角色诠释得很好 让人印象深刻非常讨喜 戴雅琪演过的角色因为星洛宁成堂认识的她 却没想到她还演过这些角色 青春校园剧 穿盔甲的少女里的方笑柔 古装仙霞清喜剧 亲爱的吴兄里的精灵古怪的小魔女丘里 还有民国言情剧 一见清心里的谭家四小姐谭桑鱼等等 虽然出演过许多角色 但是一直都不温不火 没有非常爆火的代表作 可能因为长相原因一直出演的都是比较活泼可爱 田径温柔的角色 所以可以出演一些反差的角色 跳出舒适圈做一些挑战 就像之前的影宝赵丽颖 长着一张娃娃脸 当时所有制片人都觉得她的脸只能当丫鬟 做不了主角 但是她凭借着过硬的演技和热爱表演的决心 打了所有人的脸 成为了非常优秀的演员